这个牛肉丸子面我分析 人少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没见过 这个感觉 今儿我们来到了南城 来这边找一家山西特产 牛肉丸子面 没吃过尝一下 Let's go 春天到了 没事都出来走走 别老跟家看手机 南城的杨树毛子真的少 更多的是樱花 特别的棒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樱花 店虽然小 但是一独栋粉还行 你好 有面吗这会儿 有 您给我来一个牛肉丸子面 大伙 大伙 它是不是能夹麻花那些一系列的 那您给我夹麻花 老板整个北京 好像就您一家是吧 专门叫你也在做一家 所以也没有竞争 也没办法比较 只能等我下次去 零分的时候再做个比较 老板还能加豆瓶是吧 加一个豆瓶 谢谢 微辣 微辣就正常辣就行 正常辣 对正常 我没第一次 第一次是 特别辣是吧 也不是特别辣 有些人吗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 我待会给你们试一下 到底是一个什么辣度 虽然就我一个顾客 但老板非常负责任 特别细致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老板做饭 我试一下 老板我能拍一下吗 不能啊 婉拒 你拍别人学会了 怎么办 好了 谢谢 这个牛肉丸子面我分析 人赏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没见过 这个感觉 你瞧瞧 这面是可以加麻花的 这是牛肉 这是丸子 红油大底 面条子是粗的 感觉怎么样 你说哪个碳水还好吃 能受得了这个 再搭配上今年投茬的蔬菜 真的 这顿 封顶了 谢谢啊 还给倒杯水 倒水应该不是怕我辣 这面条粗细 质地特别像河落 先闹一口尝一下 嗯 你们确实了 而且味道特别重 爽 喜欢吃清淡的朋友 这个肯定来不了 尝一下小麻花 嗯 好吃 哇 那块特别棒 表皮洗满了汤汁 糯糯的 中间的芯是脆的 好吃 真的好吃 牛肉尝得起 正常的牛肉 看它这丸子看着特别像 肉丸胡辣汤里的丸子 口感也挺像 肉和淀粉的比例 应该是6比4 还贵 里面可以 嘉宜系列的配菜 比如说我加的只有豆瓶 好热 好吃 我觉得这个红油真的 一点不输穿鱼面条子的红油 特别棒 看起来就特别吓人 这种辣度 就是你们来了 不要给威辣 不丢人 相信我 阿弗拉 有点醋 料也还大啊 我吃了半碗 差不多吃饱了 辣 辣辣 辣辣 喝的醋好点 酱 我们借着消费 22元 里面还加了一系列的东西 许多我没哭 就是出汗的一条 我看到没有想到 深吸一个叫 寂寞的面条子 而且这个面条子 对于中国来说 特别的比较 因为这碗 对我聊天的嘴声 面条子就很麻烦 特别的不 面条子就往回咱们倒下 如果大家有关系 好吧 好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